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大的变化 以前第一次来到秦岛 我才19岁左右 而且是第一次走出 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所以感受到了中国的直大 中国直美 老舍的还有秦岛的里院 我第一次知道 除了北京的四合院 秦岛还有里院 所以这个就是很吸引我 是我小的时候有点那种好奇 想知道这个语言 不管是汉字还是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我小的时候喜欢看就是 就是Jackie Shan 中国的成龙 还有喜欢 有时候买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买衣服还是其他的东西 有时候是上面有汉字 想知道这个语言 为什么不是和我们一样 我们有字母 或者英语也有字母 但是看到汉字就感觉 想知道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越来越感兴趣 想了解学习这个语言 这个文化 我觉得可能因为 在约旦的地理位置 因为约旦的所在的地理位置 它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外来的文化的影响 然后呢 好多人通过比如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为主 还有电视上的节目 来了解这个国家 这个人民 这个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感受到的这些 好多好多人都 他们的理解都是有那种 感觉他们理解错了 或者感觉需要一些改善 我希望我以后 不管现在还是毕业之后 我希望我能有 就是传播中国文学 把中国文学带给越旦人 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什么 真正的中国历史是什么 就是我最感兴趣的 第一个原因是我父母帮助我 父母一直鼓励我继续学习 他们知道我热爱这个文化 所以他们从来不让我 从来没有拒绝 他们一直鼓励我 不管是买书或者 三家什么活动 他们都鼓励我 在家一直大概三年半 一直在自己学习 所以有了孤独的感受 这个感受影响了我的心情 但是我一直鼓励自己 我会的 因为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文学方面 我有好多好多次去书店 然后问问他们 因为有没有中国文学的作品 我想了解 约旦的这个约旦本图有没有翻译过 或者有没有带来中文 不管是中文还是中国文学的作品 这个完全没有 那时候我很伤心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想 就是想让我想想做一种 传播中国文学的桥梁和纽带 最近两年也有一个出版社 就是开始了做这个 把北大的中国老师翻译的书 在越南出版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 就是感觉开始了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 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从我本人 以及我们的后来的人 后来的学生也一起努力 把中国文学带给越旦人